郭文貞 薛逸 郭文貞女供 郭文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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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入座 剛剛我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們還是給他們掌聲一下 大家好 我叫 張寅儒 就是上面有我名字 我是因為 去年 其實我的生命歷程還蠻複雜 所以我也算是企業初種 就是拋棄自己的本業 我原本是念生技的 就是那個號稱兩三年前非常紅的兩兆雙星之一 兩兆雙星後來變成什麼 相信大家心裡都有一點感觸 對 然後生技這個東西基本上 因為它跟農業本質是脫鉤 它跟生態脫鉤 所以基本上生技這個東西很多是停留在 讓大家怎麼樣去吃更多的藥 但是與其你去吃藥 不如你去種田 不如你去吃一些比較健康的東西 我相信這個東西會比較實在一點 對 那因為我會投入農業去做報導 是從去年開始 然後那個時候就 因為剛好忘記是哪一個朋友 有PO說他們之前辦一個活動 就是台灣農業青年的一個聚會 然後我就去採訪他們 然後後來就認識了他們 那我現在自己就是可能大概七月開始 我會自己去種綠豆 對 因為看到新聞一直在播 紅豆有複根啊 然後紅豆嘛 黃豆嘛 我覺得說那綠豆呢 好吧 然後剛剛好就很高興 有人就是願意有閒置的農地提供出來 雖然很小快兩分七 可是我想要去嘗試去種它 然後去改善那個環境 對 然後我可以介紹一下他們兩位 然後這個是建委 他是那個嘉義大學 那個行銷運作管理學系的研究所畢業 對 然後他 基本上他真的是一個我覺得還蠻特別 因為他之前在嘉義大學 他包括他們學校的農場 然後包括一些種植啊 甚至是行銷各方面他都參與 然後甚至是做一整個專案的一個企劃 然後他甚至有 他還讓就是學弟妹想要 對 投入到農業去的 然後也安排他們到農場去實習 然後甚至他還 就是自討瑤寶給他們一些公讀金 對 我真的覺得蠻 就是很難得遇到這種學長 對 所以有這種學長真的是 超幸福 然後這個是那個馬玉安 對 然後他就是在他們家 因為就是他阿公留下來的田 然後他就是他種稻米 然後種小麥 然後他之前還自己做 種辣椒做辣椒醬超好吃的 可是因為太費工了 所以他現在好像沒有 對 然後剛剛有幾位朋友 就是有提到成本 然後提到農地的問題 那其實還有提到說 農業他可能原本 在產地他價格很低 然後因為你爆炸之後 他可能變成你買不起的價錢 那很多人會 我覺得這是一種消費邏輯 就是說你覺得說你買這些東西很貴 那你要不要乾脆 就是你到超市去買 看到包裝很漂亮 你覺得這是藝術品 所以賣兩千塊你就去買 那這到底是誰的問題 是那個願意掏出錢來的那個人 我覺得那個人想法有點問題 你與其這樣子你覺得他貴 那你不如去想辦法去認識一些農夫 或者是你去租地去種 我覺得這個還比你在抱怨說 有人賣你兩千塊的藝術品 我覺得當然 因為生活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可能我們自己 我們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他現在還有多少錢吃的農地 然後我們可以靠我們自己 也許找幾個朋友 大家一個禮拜可能輪流個幾次 去種田 也許你可以提高一些產量 或是什麼解決一些問題這樣 好 然後今天時間就交給我們的主獎人 好 那個大家好 對 然後我就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題 那我在開始之前 我還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於嘉義大學 然後現在是在北部的微風超市 擔任商品企劃 對 那其實我在從容的歷程當中 其實我算是蠻痴淺的 對 但是我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就是我剛好有機會參與到生產的過程 那除了參與到生產過程之外 那我也有參與到銷售過程 因為搭配本身自身的專業 所以我也是不斷地在這個產業當中學習 那希望藉由今天的就是 一些我自己個人經歷的分享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不同的思維 對 那我今天會比較專注的其實是在於通路 對 其實在座有很多資深的農友 其實你們都知道說其實農業 大家常常會講到行銷行銷 到底行銷這種東西是什麼 那你問農友 你們到底是缺什麼行銷的一個問題還是管道 他們都會跟你說他找不到一個好的銷售的通路 對那我今天會比較著重在自身專業 然後就是有一些比較細部的一些問題 就可能針對於成本 有幫我打開嗎 OK 好 沒關係我剛剛 裡面有講到一些 那我等一下就是 有重複到我就帶過 然後有一些比較細部的關於成本 然後一些換算的內容 其實今天我沒有著力太多 對那如果說有興趣想要參與 就是實際的耕種的過程 想要聊的可以跟我們專業的農民 然後是以下大家的諮詢 那今天我比較著重在就是 針對於食品安全 還有就是針對於從事農業工作上 對那到底農業跟大家的一些 生活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對那我應該 假如說我今天我是一個 關注農業發展的一個朋友 那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著力 怎麼樣提供自己的一些行動去支持 台灣的農業發展 是真的實際上有支持到的 其實像剛剛我有就是 記錄了一些大家講到幾個問題 對剛剛有點時間了 有點問題 那我就大概簡單的就是先 針對幾個比較 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重複到 針對幾個大家比較提到的部分 我去講一下 好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家常常講說 我們今天假如說好 我今天在日常生活當中好了 我去買有機的產品 好我去買有機的產品 買安全的產品 我算不算支持台灣的農業發展 好大家覺得算還是不算 好如果算的話就是點個頭 好好對大家都覺得算 好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其實你今天會買有機的產品 你是在網路上購買的 還是你是在通路上購買 好如果說是在通路上購買的 也點個頭 好那網路上的 好網路上也蠻多 好那你會知道說 其實你們今天看到的產品 帶裝上面 你們會看到就是有機產品 會有個mark 對它會跟你講說 這是通過有機認證的 對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說 實際生產的人是誰 對那你可能實際上去了解過後 你會發現說或許 這樣有機生產的產品 它並不是來自於 真的需要你幫助的農民所生產的 對這個是一個很直接 且就是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個事實 對因為你在有機通路上 你看到OK 沒比說你今天買台樹 有買過台樹的有機嗎 台糖 台糖有機 好那你可能會看到一些農場 比如說台盛 或是說就是 巨農等等的一些農場 的一些農產 農產品 好這些它已經有能力上架到 同路上去販售 代表說它都具備有一定的產量 然後資本額也具備有一定的資本額 這些在農業的一個領域當中 它算是比較前端的一群 就是農友 OK它所獲得的資源 它本身的資本都屬於比較高的 這個你在通路上看得到 對而且它的價格也是稱之不齊 對我們那個時候在一開始在寫 一開始的就是一個歷程 我有寫到說其實 現在我們觀察到目前台灣的通路 已經進入一個我們講戰國的時代 對我們在從事企劃 以及在北部的一些精品超市 其實我們也建議說大家有機會 可以常常到台北 尤其像東區中校東路那一帶 去走一走你會看到說 現在很多很新型態的一些精品的 然後一些通路已經不斷的 就是每個通路開始都會有成立一個 指公司一個資品牌 開始會選擇帶這些高消費 足權常出沒的地點 然後開始做一個展售 對其實搭配現在就是其實我們台北市 我們大家應該有個概念說 其實我們台灣人其實在整個世界上 定位來講我們台灣人其實非常有錢 但是有錢我們在富比市一個數據上 我們知道說其實我們台北人 就是在我們不要講針對台灣各地 我們說講台北人就好了 只要你在台北有機會 你有能力去買一棟房子 或者說你有那個資本額 然後足夠在台北立足的話 其實你都是屬於非常有經濟能力的人 那針對這批人的話 他本身就有經濟能力 而且他又集中在台北這個地區 所以當然而然你會看到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產品 對甚至就是會在那邊直接出現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賣那麼高的價格 對那你可能拿他跟南部的一些農家 可能自己生產做個比較 你會發現到說其實說不定質跟量比較起來 它也比南部的一些農友生產的東西差很多 那為什麼在台北會有那麼高的價格 對那我必須要講說其實 我們剛剛大家都提到很多關於農業的問題 其實我們最後我會帶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家就是看待農業議題 我們不要把它想成說就是一個可能只有產跟銷 這麼的簡單而已 其實它是一個生活型態的一個表徵 OK那其實對應到現在大家 在怎麼安排自己的假期 對然後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其實有很直接的關係 對因為像大家我們可能 平常就是最直接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工作 對那我們自己要上課 那我們可能要學習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生活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休假的時候大家休假的時候在幹什麼 對休假的時候 喔就是 好來問一下 來那個就是農場青年 你們休假的時候在幹什麼 一半的時間要花在日常維護 然後一半的時間的話就是看說 如果有機會去擺台就當作出去玩 喔當作出去玩 好問一下那個資訊大哥 你們休假的時候都通常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 學生室 喔學生室 狗屁 好 為什麼我會講休假 為什麼講這樣的東西 其實現在大概就是說 因為我們大家會習慣這種就是很便利 然後很貼近自己生活的一種狀況 我們休假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找一個最舒適的環境 對但是我們不需要講到說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想要了解台灣農業 你想要幫助台灣農業 其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去認識農民 或是說你實際上去接觸大自然 去了解一下說到底現在所身處的環境 到底是幾乎到哪個階段 到底遭受到什麼樣的一個迫害 對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個東西呢 因為其實我們單純只有在都市環境當中 其實我們是很難去深去了解這些議題的 然後對應到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我想要買有機的產品 對但是他很 我們正很想支持我也想買 因為我也想要追求安全的生活這樣子 想要吃安全無毒的產品 但是他真的價格太高太貴了 對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其實假如說你有認識一群農友 在你接觸大自然的過程當中 然後你敞開心胸去認識到農友 認識到生產的人 對這樣在地就是我相信大家就是 有機會在一起可以互相認識一下 今天假如說你站在一個朋友 跟朋友互相互動的角度上 那你透過你了解他的過程 然後你去購買他的產品 那他是有友善生產理念概念的 OK那你透過他你會就是認識到是這個人 然後你了解他的產品 那你透過一個幫助朋友的方式 然後其實我們講 假如說跟農友的電解 然後我們開始就是慢慢的間解起來的話 其實你們看到那些很多價格 在通路上的價格 其實他都有含一定的管銷費用在裡面 假如說你今天直接去面對農友 跟農友購買的產品 其實並不會非常的貴 這在我們之前實際經營農場是有發現到 對那平均一包的有機蔬菜 我們大家有看到一包有機蔬菜 加上一些管銷費用等等等等的 好一些內容 如果說以小農 我們大家講台灣小農的話 是以耕種面積在五分幣以內的 對然後就是我們都會 在學體上我們會說乘坐他是小農 好那如果說針對於小農經營 並非財團經營 在五分之內經營的話 他一包有成本價格 因為有機農業他的能力值數非常高 大概是坐在25塊 好那為什麼就是再加上一些管銷費用等等 通常通路啊 然後跟盤商 這 可以用嗎 還不行 好那我就去帶 對就是 等一下有圖大家看一下比較清楚 好就是在通路 通路他在盤商在收購的時候通常是 公金買 台金賣 OK 這是針對有機蔬菜的部分 然後在通路通常你在一般的 開架市場我們講通路上看到 通常會有三成的開架費用 三成 對這個其實是公開的啦 有機會接觸到這產業都會知道 對所以當 假如說你在通路上你購買了 必須要支付就是 店家的一個水電費等等的一些費用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直接跟農民購買 對你直接跟他就是有個長期互動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拿到的 值跟量好的產品 包括新的產品 然後有趣的產品 或者說你想要吃什麼 都會獲得一個客製化的過程 對然後當你跟就是 農友的互動開始變得更好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獲得到更多的 就是物聯價美的東西 所以我這邊也鼓勵就是大家就是說 在你有機會然後去認識 透過農民市集也好 或是透過一些農友辦的聚會也好 然後有機會去接觸到農友的話 其實我蠻鼓勵大家去參加這種活動 對那也希望說大家透過今天 對農業的了解 可以開始有些實際的行動這樣子 好 那這邊我有提到說其實 呃 我們講 有到底 一個對農業有想像 因為我們一開始知道說 其實現在 媒體啊 媒體那種東西 為什麼看待媒體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大家可能 catch到一些新聞訊息說 哇現在農業產銷失衡啊 農民很可憐啊 對然後 就是什麼東西 產量突然爆增啊 就買大量 就是突然爆增這種訊息 其實 我覺得大家在看待台灣的媒體 就是 不要完全相信它 對 你應該就是 了解到說 可能有這個訊息 然後自己 實際上去搜尋 然後自己去做驗證 因為其實台灣媒體我覺得 他在曝光一些訊息上來講的話 他都會加入一天處 對 這其實台灣的年輕朋友 大家都會非常的了解 台灣媒體不要完全相信 所以農業議題到底 呃 是不是有一隻 看不見的手 我們有些 農友可能認為說是農會 有可能是政府 他在做一些 呃 調控他會跟媒體 有些合作 對其實他所曝露出來的訊息 並不是完全都是對的 對 那搭配到就是 呃 有朋友想要從事農業的工作 其實 呃 近年來也像剛剛那個大哥提到 真的有蠻多的機會 我們有辦法去 呃 透過農會的一個 補助跟申請 對 有機會去取得農地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農地耕種上 給大家一個數字 好 假如說你今天從事有機農業 從事精製農業 你要蓋一個溫室 一分地的溫室要多少錢 對 我們那時候我們在學校經營的話 我們70坪的溫室 就是蓋起來的話 用一般最簡陋的牙管 可以用那種 好70坪就大概要10萬左右 10萬 好那70坪 那一分地大概300坪 所以你光投入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 你想要蓋一分地的溫室 然後開始整地啊 膠肥啊等等的 這種東西全部弄完之後 最起碼要準備就是200多萬 對到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從事精製農業 對然後開始就是有耕種的話 就是光錢還沒回收的話 就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 心理準備 對那我也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你想要從事農業工作 我非常的 就是其實有蠻鼓勵大家的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其實台灣現在喔 我們的農業從業人口不斷的老化 對已經不是高齡是超高齡 對那在這個世代的落差當中呢 我們年輕人就是 現在大家可能知道說 啊 以後我們 為什麼會有症結的事件 為什麼會有很多 太陽花學隱的一些事件產生 其實就是來自於世代不公嘛 對我們現在親自倒退了20年 對我們現在 付出了比大家更努力的一個 就是工作 然後我們大家更努力的去 去展現自己的才能 但是台灣就沒有一個 自己很好發展的舞台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來 就是有沒有想要發表一下 OK好 先讓我講一下 我後面帶到說這東西跟農業的關聯 很簡單啊 就是前面有一匹人 對我們講就是我們的 就是 前輩們 OK他們在這邊 他們就是在前面 就是他獲得 既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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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願意把資源 下放 他設立很高的門檻 讓大家進不去 對因為台灣就這麼小 對他在前面設下很大的門檻 讓年輕人沒辦法 去展現自己的才能 對他只能在他底下 但是農業就不一樣了 對為什麼 對因為這工作他辛苦 他是一級產業 對然後他沒有要做 假如說今天你了解 你懂 OK好 那你又有辦法就是 自己從產銷 其實每個產業 你要辦法從產 做到銷 然後整個工藝店做整合 其實很難 但是農業這種工作非常的 你要講他很難 其實他也可以很簡單 他是唯一有辦法 就是底下人要 往上翻身的一條路 我覺得是我在這幾年 兩年的快三年 一個從容歷程當中看到 對但是農業並不是單純 只有從事生產 這麼簡單而已 對我們除了要好的生產者之外 我們要好的就是行銷人員 對我們講農業推廣人員 對現在這工作都是政府在做 但是其實政府做的事情 非常沒有效率 對我們要好的生產者 要好的銷售人員 所以後面我才漸漸跳脫生產 然後把自己的專長 還有包括自己的方向聚焦到行銷 還有包括通路這個道路上 對然後我等一下會帶到 就是我在通路經營上 看到很多目前就是我們 包括我不不要講政府 我們講私人企業好了 他如果在操縱農業農產 關於銷售這個區塊的東西 OK 講到這邊 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看一下 好 順便跟大家講個小故事 對其實就是我們在微風這邊 大家有去過台北微風廣廠嗎 不要說沒去過 因為你去台北車站 你只要一出門 二樓就是微風廣廠 對然後微風它其實它超市只有一間 對它這間的話它是台灣最早的精品超市 它60%以上的產品都是國外的產品 對那剛剛有人提到說 就是我們台灣的產品到國外 可以價格放好幾倍這樣子 但是其實根據我們的調查 我們實際在公司調查 OK好 對其實 在日本同樣等級的產品 對你想想看 就我們假如說台灣的產品過去 到日本是同樣Label的產品 日本它提出同樣A級貨 跟台灣提出A級貨 其實日本A級貨比台灣好很多 而且它的尺跟量又比台灣好 那為什麼大家要買台灣的產品 好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好那我就有些帶過就不帶了 OK這是 好這個講過 好我們直接學到今天主題 好我們今天主題是農業在產銷當中迷路 對那我們就切入講一下 好供應鏈好不好 就是其實產銷產銷 我們大家講產銷 其實就是一條供應鏈 好我們大家看很簡單 好從一開始的育種 苗場農場 運飯商市集通路到餐廳消費者 好這就是整個農業的產銷 對針對蔬果部分 因為我之前是種菜的 對其實並沒有像大家想的 就是好像很複雜 其實它展開就是這樣沒什麼 好但是其實在 從事農業或我們大家在生活當中 我們去消費當中 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就是這個產銷供應當中 我們大家都在裡面 對只是我們有些生產者 會著重在生產的部分 然後我們大家有消費需求 會著重在消費的部分 好我們可以從育種開始 好這個我簡單帶一下就好 好那其實在育種當中 我們農友會有什麼迷路的一些狀況呢 然後大家跟對自己生活的什麼 就是密切的關聯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其實現在我們 除了在大家在關切關切 關於有機安全議題 其實另外有議題就是 我們大家可能比較少被關注 是關於基改 對基改作物其實針對於台灣 台灣人是唯一一個國家吃基改玉米的 對就是我們就是在世界當中 就我們台灣也在吃這種東西 很奇怪非常奇怪 那我也建議就是 因為大家一般也不會說去 實際上去購買的時候 真的有很直接去關切 通常像我們學生 窮學生我們都是看價格 吃了飽溫飽就好 對然後我們也很少去關切 有關於基改的議題 對但是這種東西的話 它像是一個浪潮啊 它慢慢在累積累積 累積到一定的情況當中 它就爆發了 對那我們就是很多訊息 包括現在報導 也在講說其實這種東西 對人體已經開始有 還是被壓抑下來而已 對因為畢竟農業它是解決人吃的需求 當這種議題它沒辦法被滿 吃了議題生理的安全 沒辦法被滿足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國家的暴動 對所以很多議題都是被 就是給壓抑下來 那台灣其實在整個 就是物產的風度上來講 非常的夠啊 在台灣可以 因為台灣位於亞熱帶 跟熱帶一個交界地區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非常多非常多 豐富且有趣的一些物產 包括台灣的育種能力是非常強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 現在農業可以領先大陸 就是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我們在育種能力非常強 好這邊 如果說後續我們可以請農友 補充 好那這邊我必須提到的是說 好那我們農友其實非常的 怎麼講 我們在生產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很兩難 對我們到底應該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像我們現在大家吃鳳梨喔 你在賣場上看到都是說 金鑽鳳梨 大又好吃 金鑽鳳梨大家都標明說 我一定要吃金鑽這樣子 對那我們農友都說 哇大家都喜歡吃金鑽鳳梨 那我是不是也要種金鑽鳳梨 對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金鑽鳳梨這種品種 大大小小其實非常多種 對那有一些品種就是還蠻特別 但很難種 那盤商它會也要符合 就是消費者跟通路的需求 OK它可能會 傾向就是鼓勵農友 我現在只收金鑽 那你有金鑽鳳梨我收 那原本種起它品種的鳳梨 它可能種出來沒有盤商願意收 或是賣不出去 它就不會種這種東西 會導致物種它慢慢的集中 過於集中 那其實對於整個生態來講 是有 長久以來是有危險 OK這後面有提到 好那我們現在進入到產銷 就是我們剛剛在育種開始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苗場 好苗場那也是 就是我們農友可能會比較密切的 去接觸到的 對那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苗場 像我過往在從事 葉菜類耕種的時候 會發現到說 其實它是一個 產銷的一個缺口 對它是一個 算是很容易在這邊 就是發生問題的地方 對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每次產銷 因為像一般農友 他們不太會 就是為了要追求產量過程當中 他會傾向去跟苗場去進苗 好他今天跟苗場進苗之後呢 他耕種 對所以其實為什麼會有產銷的問題 當今天苗場它生產了非常多的蔬菜苗 譬如說高麗菜生產之前 苗場一定會種一大堆高麗菜苗 然後農友去買 那當他就是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為什麼苗場他不會釋出一個警訊 就是說我們今年可能 可能在西螺或是哪個地區 我們不要講台灣其他地區 講我們台灣最大的蔬菜產地西螺 他為什麼沒有釋出一個警訊說 我們現在開始這個地方它工苗過量 我們政府是不是要有個紅綠燈的機制 然後告訴大家說 農友不要再種這種東西了 沒必可以種其他種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 好那大家給思考這個問題 好那後面有對應到就是像 就是種類選擇 就是選擇上來講的話 其實苗場他會傾向 也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有關於量的部分 對像我們講蔬菜當中有三小 三小 不好意思爆出口 三小就是小松小白跟小芥 三小 這三小其實是在苗場 他是不會去育這種苗的 對而且這種搭配他的科種 其實很難被照顧 所以他在用藥上來講的話會用藥 對所以其實很多有機農場 他的苗是有用藥的 是用農藥的 對其實其實是 我們業界大家都公認知道的事情 對那反正就是到時候 農藥檢驗不出來 零檢出 對然後驗不出來 然後通過集合 那我們就可以取得一個認證的標章 其實台灣人 也只有全世界各地 也只有台灣有十幾家廠商 有機認證的標章 但是他真的是有機嗎 對我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我們到進到農場 OK我們大概有育種 GMO然後苗場 有關於就是兩個部分 讓我們進到農場 好農場他是我們農業 就是大家生產 然後到出貨一個最大的關卡 好那我們這邊大家講說缺人 我們農業好缺人 就是我們趕快 年輕人趕快進來 然後我們政府趕快釋出一些訊息 然後一個月30K給青年人 做不做 大家做不做 30K 對然後一天給1000塊 甚至還有農場開到更高 一天1500 對有時候中秋節採文旦 然後採不行 一天開到2000人都有 對那做不做 但是其實 在釋出的訊息來講 對於農家其實是 大家都是被挨了一機悶棍 對因為真的這些年輕人 他來做農村體驗 好他可能來一個暑假 對那也奇怪了 我暑假 我只有暑假缺人而已 對那就是他們進來的話 我們還要教他 我們可能日常事情都不用做 我們還要教他 而且太多人進來之後 會造成就是管理上坤那 假如說我們還要分一半的心意 去照顧這些人 所以我們講說 其實真的缺人 不是缺這些體驗的 這些想要學習人 是真的缺你有意願 你想要實際投入 你想要去生產這些人 這些人就要 把他獨立出來 好好的被照顧 OK 這是農場 我覺得大家在處理 就是農業 就是有關於人力資源 這部分議題 應該去思考的 我們應該是要找 有人產出的人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 重點發展的一個對象 在日本 他們針對於農業從事 農業耕種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 益助了非常多的努力 對然後他們也可以取得 很多的補助跟相關的資源 不是只有用在修根 用在一些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農業上下 去看一下我們政府的 經費補助 到底用在哪邊 你會覺得很心疼 好 那這邊其實農家 他們也不斷在思考說 就是我農業也有 就是盛產的季節 跟淡季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在淡季過程當中 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以幫助自己 有一些額外兼職 額外的一些收入 所以我們大家會 開始想到說 有觀光型的一些農場 有些生產型的農場 那我應該如何去定位自己 對 然後這也是一個 會讓農民迷路的一個地方 對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農場 都適合轉型成休閒 觀光休閒的農場 對 然後有可能因為自己的 人力的一些 成本的一些考量 一些不均 然後導致自己虧損的 非常的多 好 那這邊我剛剛提到很多 區區各式各樣的安全 認真的標準 等等等等的 好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台灣的有機真的叫有機嗎 對 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那這邊我要特別提到 就是說 針對於我在這兩年 我有跟幾個 我們台灣比較大型的 我們講大型是耕種面積 目前在台灣比較大那幾間 前三大 包括像永林 巨農 這種農場 其實我有跟大家 這幾個農場的經驗者 有討論過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農業 蠻奇怪的 沒有辦法真的出現一個農場的品牌 品牌 就大家看到這個農場 我們不用講說它是有機 對 我們就在台灣各地 我們看到這個農場 就說喔 它是符合一個健康安全 然後 一個這樣概念型的農場 對 然後它在經營品牌 它品牌是有價值的 而不是單純就是回歸到產 產量啊 跟產值 然後去歸納價值 在台灣目前沒有看到 對 那我們有個個案子 在這個領域當中 常常被探討 就是紐西蘭奇果 對 就是紐西蘭奇果 對 那它是目前我們在case上來講 包括政府也不斷的在 教育農友 可以朝一個在地啊 整合啊 然後農友當陶雞啊 然後去 拼僱一些很專業且強的行銷人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辦法做到 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為什麼台灣農會各自為政 對 為什麼台灣 要申請農業補助還要經過農會 就是申請小弟子大電農 還要經過農會 而不是說農友跟農友之間 我們就是直接面對農友 對 那其實跟台灣的一個 我們講政府的一些組織 有很大且直接的關係啊 好 那我們這邊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好 其實 我們剛剛提到說品牌品牌喔 對 其實我們台灣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地方 對我們是一個吃喝玩樂的王國 我們餐飲產值非常的高 對我們剛剛講說農業 農業品牌 如果說我們今天把農場的品牌 我們把它對應到一些 伴手禮餐飲的品牌 好我們講維樂山丘 我們講薰衣草 我們講王品 我們講Mango Chacha 這個也是最近跑出來的 也很有趣的東西 好 我們講維樂山丘 我們大家不用講就知道說 哇它的鳳梨酥真的很好吃 鳳梨酥 然後它是在一個 就是一個山坡上這樣子 它原本是賣鳳梨酥的 對然後它 它現在也多角化經營 然後在北部你可以看到一個很精緻的販售點 在日本也有展售據點 它是一個品牌 OK 我們今天看到 維樂山丘 我們想要說它是中風禮酥的 對那我們對應到台灣的農場 好我們今天講巨農 好有沒有知道巨農它生產最著名的東西是什麼 巨農有機農場 對 OK 可能大家說不出來就是說 好像它就是種有機啊蔬菜那種東西 但是它沒有一個很指標的東西 會讓大家記著它 對就是過程品牌 它有沒有辦法在細菱當中激起聯誼 讓你去記住它 OK 它沒辦法 但是紐西蘭奇異果 我們不要講 不要講奇異果 我們講紐西蘭 農產品水果 就是奇異果了 對這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 對然後它會烙印在每個人的心中 好 那我們這邊講說其實 我們講整個針對於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大家之前都有聽過我們的回銷曲線嘛 其實曲線它現在已經慢慢的改變了 對從一開始就是我們大家會講說 OK可能在曲線的下端是針對於OEM 對然後在曲線工業當中是寫OBM 就是然後在附加價值這邊是寫OBM 就是一個是設計然後代工然後跟品牌 其實這曲線呢在我們近年來我們不斷在通路上去看 我們去探討我發現說內心慢慢改變了 現在中間OBM已經變品牌了 對於台灣而言 對於我們現在的世界趨勢而言 它已經慢慢的耀生要變 就是品牌一個代表 那對應到我們台灣農業的話 我們如果說我們今天從農場生產 我們今天在一級產業我們要耀生變品牌的話 我們有哪些路可以走 好這邊有提出兩個就是個人一個想像跟觀察 一個是在做工藝鏈的整合 OK就是所謂的異業結盟的部分 異業結盟是指跨 跨產產業的一個整合 譬如說你今天用農產品去結合餐飲 OK譬如說你今天用農產品去結合加工 或是說健康食品等等的 它就會變成旁邊的品牌的東西 對所以它是一個未來我們農民 只要走向品牌一個必經的路程 對在你在思考你的產品要交給誰 想要生什麼樣的產品的時候 你要不斷去思考說我要如何去結合另外其他產業的資源 你才有辦法把整個門檻架高 你才有辦法找到自己的價值 對那也跟今天各位農民分享 好那另外一個 台灣擁有世界上非常強大的一個科技的一個base 對我們是科技島 對這是我們的政府官員說的科技島 事實上我們也是我們有非常強健的一個科技的背景 但是這樣背景對應到高勞力付出的一個農業的一個生產的一個環境 它有什麼樣的改變的空間 那為什麼鼓勵就是說大家可以年輕朋友可以盡早在這個產業當中卡位 你不需要真的投入生產但是你必須要了解 到底現在科技進入哪一個階段了 假如說鴻海的機械人王國它建構起來 當機械人它可以從事生產 當有一些原本沒有辦法代根業者 現在代根業者在台灣都只有僅限於就是可能糧食錯誤 包括像紅豆啊玉米啊稻米 這是為什麼在做生產稻米的農友最多 因為它最不用花費能力 對它在台灣比較不用花費 那玉米就不用講了 有些玉米根本連水都不用澆 就是一些硬質的玉米 好但是其實在國外有一些農業機器已經開始發展 現在連小黃瓜 它都可以直接用大型機器去採收 對那這些訊息的話大家可以有一個sense 當然今天假如說人力的成本可以cost down 然後我們耕種面積 然後因為現在大家都不耕種 然後開始釋出一些耕地的時候 耕地的時候 然後用這種大型機器去 其實你換算下去 其實它是一個很值得前景看好的地方 就是在針對於結合科技的部分 好這邊是在農場生產部分 就是大家也鼓勵就是現在在場的 就是有意願投入農業的 你要不需要一直關切 所以就是在於科技進步跟發展部分 對那最直接的話就是認識年輕的農夫 對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的小馬它是農機系的 對 好這邊就是一個圖 對那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做一夜結合部分 農產品結合自然健康跟文化藝術 然後跟農產品結合 樂活環保跟創意等等 對它是一個就是我們的學者提出來 就是我們大家針對於各個議題 然後去做結合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型態的創新跟改變 好那這個資料 等一下大家是可以摳回去了 好那運販商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大概簡單講一下 最直接而且最痛的是 每個人大家都最直接寫 遭遇到就是運費 好 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今天假如說 農友生產出來一個蔬菜箱 或生產的稻米 好我們講蔬菜好了 因為本身種菜 好我們今天生產出一箱 好我們要寄到台北去 因為台北天農人最愛吃 就是有機跟安全的蔬果 好我們寄上去 運費就是佔了其中三成 對所以大家都說 哇為什麼運費這麼高這麼貴啊 貴死人 而且運費還不斷在漲價 對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一個卡控 一個蔬菜箱 一盒我們可能裝滿了就是500塊的 只有一盒賣500塊 其中150就是運費了 對那其實它一般的價格可能 根本不到一包50塊 沒有可能裝10包菜 就一包就要卡不下來 大家會簡單的一個處法 再除以10 500除以10 一包就是50塊這樣 對那我想要支持農友 可是運費真的太高 沒有辦法 對 好那這邊我們也提出一個想像 之前賴清松賴大哥 還提出一個股東會的概念 對那針對於農友 其實他們生產過程當中 尤其像葉菜類這種東西 其實它周轉率非常的快 對那你們有機會就是讓大家就是 可以長久以來 然後去跟農友農家去購買 我們也願意就是給你一包 可能25塊的價格 OK加上運費 那可能真的變350 那你可以拿到10包菜 每包偏僅15塊 對但是這樣價格的話 我們必須要長期的跟大家做訂購 對假如說你們今天偶爾買一次 那你一個禮拜收到一箱 那你可能吃完之後OK 覺得還蠻不錯 但是如果說連續一直收一個月 就是每個禮拜都收 然後吃到的菜種都差不多 而且有時候農友的菜會比較 比較稠 比較不好看 對那但是而且吃到種類又很單一 也不急就是你可能到樓下的那個全聯 然後像全聯推有機品價 或是說去樓下的統一生機去買 喔還可以選還可以挑 還可以買一些其他的東西 對那真的沒辦法比 對那是我們農友是很有誠意 想要跟大家就是來互動 我們也願意提供給大家一個優惠 但是要長期的訂購 對那也是方便我們在做生產的調整 那這樣的話在座各位就是 會願意想要去從事這樣的消費行為嗎 對那也是值得就是大家去探討 因為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被解決 我一直在找這個到底其中的know how在哪邊 對一直沒有被解決 這議題真的是還蠻特別 但是我們也發現到說其實現在 慢慢慢慢的有一些團購組 慢慢有一些友善農友的 然後一些店家 對其實大家會想像 包括我們現在的就是這邊 這邊一個小空間也會有一個販售的據點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出發點 對當大家來這邊消費 或說當人流開始集中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未來的通路形態會慢慢改變 就當然不單只是會在有機跟生機的通路上 買到農友的產品 可能在一些書店 這我不用講成品現在做的很大 書店這邊 你開始會覺得說在這邊不經意的 你會看到農友生產的產品 對其實我們這樣 我們是很樂見這樣的事情發生 OK好 那這邊的話到市集通路我們這邊講說 好我們 好這邊 好我們再講一下 現在我們通路形態 對其實也是朝下面的M型化是會發展 對我們為什麼講M型化 好那個我舉微風 講微風為例好了 微風超市它在2001年 然後它是台灣成立的第一家精靈超市 那時候它成立的時候 哇廣告打得很大 好那個時候來的時候人流非常的多 對給大家一個具體想像 微風超市 光那個超市距離也一年做3億 欸它其實沒有很大大概300 就大概幾百坪啦 但是它有辦法做一年3億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真的 包括它的人就是蠻特別的 但是在一開始它開店的時候 maybe就是一天來100個人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有100萬的一個銷售額 好但是演變到今天2014年 這數字已經開始扭轉了 每比一天來50個人 它就已經有100萬的銷售額 這個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M型化的一個過程 就是變得越來越激烈了 對所以原本對於店家 它也是熱見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你想想看 假如說進來100個人 它可能每個人銷售額度很少 對那但是我們要負擔很大的人力的成本 去cover這樣子一個服務的流程 那假如說今天OK 他們每個人客單單提高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供更精緻 然後可以流出這些客人的一個服務流程 對所以我們在那邊會辦很多活動 會有很多新的產品 但是它的單價都很高 像我最近才包到一顆荔枝 對因為我在裡面其實是 也是做跟農業相關的工作 對我在後台是清果區 清果區就是每天會很多奇形怪狀 就是很特殊的蔬果會進來 我在那邊做包裝 就站在那邊的包裝 對一開始就是我們企劃人員 就是我是做蔬果企劃 然後會包到很多很奇形怪狀 很特別的產品 就一顆荔枝 哇荔枝霸王荔枝 一顆開價50塊 對然後就很大顆 然後還有愛心的形狀這樣子 對說吃下去會充滿活力 然後感受到愛這樣 一顆50塊 對我們在後台先吃 因為我們的福利就可以吃到這種很貴的東西 其實它的競價格沒那麼高 對OK好啦 但是必須 因為看不到這樣的 我在那邊包菜也要有薪水 對我在賣場開價就是要有這樣的價格 你今天如果沒賣到這樣的價格 說不定他們還不願意買 對所以就是M型化社會的一個情況 對還滿有趣的 好那這邊我提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先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有幾種東西它是不是應該被量產 對那它是不是應該就是要追求值跟量 對那我們回應到我們剛剛通路這個 通路一個型態 對那對應到農友我們自己期望的一個收益 假如說今天你進一個農場 你對應到自己期望的 我可能原本在工作職場上 我可能一個月沒筆收入3萬塊 好那我為了要追求 未來還是要養家糊口 那我希望說可以擁有自己事業的時候 我希望說至少可以達到一定的額度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Cover下來 那我到底我平均生產出來的東西 假如量少 質金 質量非常高 那我應該賣多少價格 對其實這個價格是可以由農友去訂的 但是你在訂價格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要做其他哪些努力 包括包裝 像剛剛有提到 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用一些稻草的包裝 然後去吸引這些金字塔 不要說頂端啊 就是真的有消費能力這些人 他去認同你的產品 去購買你的產品 對就是大家必須要思考去做 好那這邊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消費流程啊 對那我 我剛剛一開始開頭有帶過 我就不再特別講 那就是 一個我們在 就是我們賣場在確認 就是大家服務員當中會講到的 好那這邊我會提到就是說 其實行銷這種東西啊 我們講到底行銷是什麼 對我們那個行銷所的老師啊 他會就是每次我們在上行銷課程的時候 他會帶大家手 來來同學把手舉起來 然後跟我一起拍掌 行銷就是一種價值交換的過程 然後拍掌 他會拍很大聲這樣子 但他其實 有一個老師啊 我們整合大家所有人講 就是我們所有行銷所的老師講 有人講4P 講4P加4C 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 其實我後面聽到有最好的答案 對他說行銷其實就是在販賣情境 一個情境的販售 對我們剛剛為什麼 我想要講到 OK就是一整個消費的流程 我們其實在整個後面 我們在行銷當中 為什麼講販賣情境 看到這邊我們就可以兜起來 對那我們大家 到底在消費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只有看到產品而已嗎 很有趣對不對 我們在通路上消費 我們去進到微風超市 去買那顆50塊的荔枝 對我們真的是因為 它本身那個產品值50塊嗎 對我們真的會因為 就是這樣子去記住這個產品嗎 不是 對我們可以很清楚 當然不是嘛 我們可能去那邊消費 我們可能是買其他東西 我們可能是跟朋友分享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加總在裡面 所以我們講行銷其實是這種販賣情境 對我們給大家一個情境 讓你吃這種東西之後 你會有一種特殊的感受 對那如果說你把這種情境 套用到你的產品當中 你如果在設計你的產品之前 然後可以給大家一個想像一個情境 對這邊有個農友做得很好 我們鼓勵大家去看給大家一個case 就是我們大家都有吃剛剛的蛋糕 蛋糕也沒有用一位農友 對就是宇凡哥啊 楊宇凡他種的鳳梨 對其實他在情境方面他做得非常好 他的鳳梨就是現在也被關上 叫學運鳳梨啊 我們都一直虧他 這根本是學運鳳梨嘛 對因為他只要在情境 只要在學運出現場合 他一定會去那邊切鳳梨 對超厲害的 我會覺得真是值得效法 對只是說這樣有種菜沒辦法這樣 OK好 好那這邊有提到一個問題喔 就是大家都有 現在年輕人 我問一下 在座各位你們真的有煮過菜嗎 就是可能有幫媽媽煮過 煮過菜的就是 常常一個禮拜至少煮一次的 我們點頭 有有有有 還是有 但是可能年輕朋友比較少 對然後 那其實你有真的實際去賣場買過青菜 然後自己做過飯的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大多不煮飯 很奇怪一件事情 你知道日本現在他在如何推廣農業 他是希望說 至少大家一個月可以再加煮一次飯 有個大家聚會的一個過程 對那這是一個 人跟人之間可以交流的過程 對他們會推這樣的活動 那你這樣煮飯的話 你可能設計什麼菜單 那你可以跟農友講 我幫你配合 過去給你這樣子 對那就是因為人多 所以吃起來OK方便 那你可以加成運費 這是日本做的方法 但是你如果說你有實際算過 其實你 看不到自己的做菜的時間跟成本 跟你到外面 去旁邊買一碗滷肉飯 跟你自己實際要在家裡面做一碗滷肉飯 其實 情分不合 但是你自己要吃東西 你很奇怪 你都傾向去買比較好的東西 喔原來去賣場才發現說 因為豬肉有分 嘎心肉跟後腿肉等等 才知道說有這樣的分別 那滷肉飯到底是要買什麼肉 我方要肉嗎 不是 對你才會知道對食材 會有以上的認識跟了解 所以其實要了解農業 深入農業的話其實就是一種生活 對你去慢慢改變自己生活的型態 你開始去注重自己吃的東西 你開始去下廚 去接觸食材 對你接觸食材的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後面有一個生產的農友 對他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生產這樣的產品 OK 這是我剛剛跟大家所提到的部分 好 好最後 OK 有點超過時間了 好最後我要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今天整個分享過程當中 其實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就是三種 OK其實整個農業的產銷的型態 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一個流程 你從你自己休假的安排 對從你就是怎麼去看待自己生活的態度 其實就是你看待台灣農業的態度 看到自己吃的東西 你開始會關注自己 吃什麼樣的食物 不是食 就是食品 對大家知道食品跟食物的差別嗎 對一個有經過加工跟沒有加工 對那你開始吃食物 你開始自己下廚 對其實都是你在認識台灣農業一個很好的過程 好那我這邊提到第二點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 對像我現在畢竟還是要糊口 對所以我也很關切台灣農業的發展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買高價的農產品 因為我真的吃不起 對但是我可以實際去跟農友互動 跟他打氣 因為有時候真的種田是很悶的一件事情 對跟他打氣跟他認識朋友 對然後去開始關切就是 目前台灣農業到底發展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你也是在幫助台灣農業發展 對所以這跟大家選擇很大的關係 當然當這樣的議題 然後開始越多人關注的時候 它慢慢會形式成一個潮流 或許有一天你跟你農友認識的過程當中 你有機會真的實際參與 就是到這個產業當中有說不定 不一定是說真的在生產 就像我現在選擇到百貨公司去精品超市上去服務 是一樣的意思 也是可以展現自己的長財 也是可以在這個領域當中 對那這也是一個大家的選擇 OK好 最後我提到的東西叫累積 對大家知道說累積非常的重要 就像大家平常會利用休假時間然後去累積 來這邊就是聽演講 然後吸收一些新的知識一些累積 我覺得善的累積非常重要 它會慢慢改變你的思維 慢慢改變你生活的態度 對然後慢慢的讓你改變就是說 在將來的話大概會遇見什麼樣的狀況 對然後慢慢也知道說 到底現在環境變成什麼樣子 對我覺得這樣慢慢的累積 然後讓你更了解自己之後 對那其實 會幫班主這樣散累積 慢慢累積跟發展 對然後會跟台灣農業也是有點關係 對大概是這樣子 好今天簡單分享到這邊 那我有留下一個自己的一個email 對然後這是我臉書的ID這樣 好那如果說後續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再討論 OK好那今天謝謝大家